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 我觉得趁着暴风雪还没有来啊 我们可以搬家了 我们现在窝的这个窝居真的是有点太小了 我们之后还要做很多的科技站 所以这个窝居里边根本放不下东西 趁着暴风雪没来啊 我们要搬家了 先出去探图啊 这边准备了一些肉汤还有水煤 我们可以出去跑跑图 最好可以找到一个面朝小溪背靠大山的地方 有大山我们可以挖矿 有小溪呢我们可以捕鱼 最好最好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而且这个世界里边是有村庄的啊 只不过村民为了躲避寒冷移居了地下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村庄 如果可以找到村庄的话那就更好了 哦这边有北极熊啊兄弟们 这个东西好像是会攻击我们的 但是我们现在有桶圈啊 打些北极熊还是轻轻松松的 我们可以来获得一些皮革 这个皮革后期也有大用啊 但是这个北极熊好像并不掉肉 看起来有没有肉啊 好像是没有掉肉 只有三张皮 那好吧我们继续走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片风水宝地 哎这边这是大象吗 某马象之应该是 哎我没打他 他不会打我吧 哎我砍了他一刀居然暴风雪来了 哎不是吧兄弟们 走了走了走了兄弟们 他的攻击力很高 我们现在只有六滴血 赶紧回家 别别别哥 饶我一命我错了 再也不敢了 哇还好我们家离这里并不远啊 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 如果走得太远的话 我们找不到家 那我们只能在外边冻死了 现在还有六滴血啊 能不能坚持到回家 现在我们的第一个坐标是150 我们家的坐标是-150 那意味着我们还要走300格啊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回去的 只要不失温 只要不是温度过低 我们应该是可以回去 吃一碗汤 我们往家赶 哇兄弟们 怎么感觉我这么倒霉啊 平时不下雪 我出门探图 准备搬家 他就下巴雪 还好走得不远啊 其实我们平时应该把这个天气预报帽给他戴上 戴上之后 咱们就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暴风雪 暴风雪什么时候停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 最好我们之后可以做一个气象站 那样的话就更准确一些 哦天呐 我看到了我们的捕鱼网啊 我们家就在附近 哦在这边 终于回家了 可以要休的吗 现在的温度不是特别低 零下25度 回家回家 哎我们家的火堆还没有熄灭 太好了 把这边挡一下啊 烤烤火 喝点水 水喝饱了 我们再来一碗暖乎乎的肉汤 哎呀 美滋滋兄弟们 不过现在我们不能搬家了啊 既然暴风雪已经来了 我们就来演练一下这个铁定吧 我们就在这边挖一坑吧 之后把这个炊炼的装置 先暂时放到这边 等我们搬家之后再把它带走啊 现在暴风雪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在家里边研究一下科技什么的 我们家里边的食物 应该够冲过这一次的暴风雪啊 哎 怎么挖通了 这边是我们的种植基地 啊 不行啊 我们改造一下 挖了一个这样的坑啊 我们把这个炊炼装置放在这边 首先我们在这边挖一个坑 把这个炊炼炉给它放在这个坑里边 在它的旁边放一个鼓风口 然后再放一个风箱 风箱给它放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砂制砖块 好了 为多高都是可以的啊 越高我们烧的东西就越多 这边来两个 这边再来两个 OK 现在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烧至铁定了 铁制时代再向我招手 我们来把这个铁矿石塞在这个炉子里边 然后呢 我们还要添加一些木炭 或者是煤炭都是可以的啊 OK 把这个坑填满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烧至铁定了 这个东西同样是需要点火的啊 把这边点着之后 哎 我们要拉这个风箱 手拉风箱 因为这个铁的熔炼高度比较高啊 要比铜高 旁边的手拉风箱是一个道理啊 最重要的目标呢 就是把这个火焰的温度给它提到最高 我们就这样一直拉 拉到它把这个铁烧好之后 咱们就可以结束了 我的天兄弟们 我的手都拉酸了 为什么还没好 难道说这个木炭的燃烧温度比较低 所以拉的时间要更 哎 好了 快快快 我们赶紧挖啊 趁热打铁 一定要趁它现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把它挖下来 如果把它晾冷了之后 晾凉了之后 我们就挖不掉了 赶紧赶紧 铁块马上就要来了 兄弟们 可以啊 我这口子应该可以撑得住吧 哦 好了 兄弟们 铁定 哦 哇 终于来铁了 兄弟们 达从进度来硬的 太爽了 我们现在已经迈入了铁气时代啊 有了铁之后 我们首先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并不是铁搞 也并不是铁府 而是一个工作台 没错 兄弟们 是工作台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作台 工作台 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学习一下 就算是现在我们有这个工作台的材料 但是也需要学习之后 才可以合成 不学习的话 是没有办法合成的 提交一个铁定 咱们就可以研究工作台了 工作台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它需要的材料比较少啊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个论文 把这个东西消除一下 好的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提交四个防腐木板 防腐木板 我们之前做过啊 上期做过 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七个 刚好啊 可以给它放进去研究一下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学习工作台了 看一下这个工作台 应该怎么合成啊 需要三个铁定 三个防腐木板 还有三个防腐木板 哎呦 兄弟们 那我们现在这个防腐木板 不够了呀 我们背包里边只有三个啊 我看一下有 哎 木板呢 哦 在这边啊 把这个 现在只有三个 那我们还要去打造一些防腐木板 我们家里边 我记得好像还有这个 这叫什么油来着 这个东西啊 把这个油给它倒进去 把油倒进去之后 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就会有这个防腐木板出现 那趁现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再来演练一下这个铜吧 啊不对 铁啊 我们现在的铁定 做了工作台之后 就做不了多少了 所以我们多做些啊 最好可以凑一套工具 还有武器啊 哎 这个怎么放 哦这样啊 好的 我们来点火 拉风箱 好的兄弟们 又一批铁出炉了 我们在外边应该可以捡到 看一下有多少 现在15个 做一套工具 可能是够了 看一下这个防腐木板 OK 有八个啊 已经够了 我们需要三个半砖 也就是说 我们先分解一下半砖 再来一个 来来来 我们这样摆放一下工作台呀 兄弟们 终于来了 哎 哎 要用死头啊 兄弟们 我们终于做好了一个工作台 要知道我们在原版生存里边 只需要用四个木板 就可以合成一个工作台 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 经历了接近20天 才做到了一个工作台 很难很难啊 有了工作台之后 咱们这个破烂啊 这个东西就不要了 把它扔掉 我们用原版的工作台更方便啊 合成什么东西更快一点 而且还可以叠加合成 好 我们来做个铁制工具啊 兄弟们 第一个呢 肯定是铁稿 然后第二个呢 做一把铁斧头 哎 摆错了 等会儿啊 铁斧头已就位 然后呢 再做一把铁剑 我们这个青铜装备 全部都要淘汰 来一把铁剑 然后再想一下啊 还可以做把铁铲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铲子 我们耐久还有很多啊 要不然铲子就先不做了吧 这不是铁稿吗 兄弟们 哇 这个挖掘速度是真的快呀 然后再想一下啊 还可以做什么 这个装备的话 我觉得这个太空服就挺好的 保养指数也高啊 盔甲指甲的也挺高 这个东西就先不做了 等之后破了之后我们再做啊 然后我们把这些装备 就可以扔下了 把它扔在这坑里边吧 不需要了 拜拜了您呢 好的兄弟们 我们继续来烧制铁矿石啊 来来来 给它点个火啊 我们把这个铁矿石全部都 来 点什么火兄弟们 我们现在可以做打火石 嘿嘿 太爽了 有了打火石之后 我们以后再也不需要用什么点火器 也再也不需要用什么碎石了 直接来一个打火器 给它点潮 我们现在争取把所有的铁地 全部都烧完啊 好的兄弟们 又一轮铁地已经烧好了啊 用铁膏给它挖一下 哇兄弟们 这个速度简直就是翻倍呀 太快了吧也 又烧了一轮啊 兄弟们 我们现在的铁地有19个 还剩下一个铁矿石 剩下一个我觉得就不值得烧了 我们把这矿物放下 然后呢就准备搬家了 现在暴风雪 我们搬家肯定是搬不了的 对了 看一下吧 有可能暴风雪 没有停啊兄弟们 外边还是寒风呼啸 这个环境下 我们肯定搬不了家 那搬不了家的话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 做些陶罐 这个陶罐我们可以用来搬家 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可以随身携带 毕竟我们家里的物资 还有很多啊 想要搬家还是比较麻烦的 做陶罐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黏土 我们家的黏土好像不多了 只有24个啊 没错24个 那我们还要出去产些泥土 虽然说是暴风雪 但是离我们家不远啊 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已经摸清了这个暴风雪的脾气啊 只要在我们家不远 我们肯定是可以回来的 像这个下方啊 应该是有的 哎 怎么直接挖到我们家了 那就换一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冰局啊 挖下去 你看大概率就是黏土或者是沙粒 我们把这个黏土全部都挖了下 终取把这两把铲子全部都挖掉 然后回家做些黏土罐 我们下期就着手准备搬家了 期待 凌晨 交通